HELLO 大家好 我是熊磊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魔靈 是我自己最近非常非常喜歡玩的一隻魔靈 那也是在技能改動之後我覺得在坦對當中非常有適應力 而且算是非常的靈活的一個選擇角色 今天要來介紹的魔靈就是我們的風傀儡術師啦 那風傀儡術師這個角色可以說在原本來講這個技能組真的非常的積累 但在技能改動之後稍微調整了一下他的被動技能 就瞬間從一個完全沒有辦法上得了場面的角色 突然的變成了一個在坦魔隊當中算是很煩人的一個存在 並且在這一次的技能改動之後再去增加再去改強了所有傀儡術師的E技能 他們變成E技能可以去做到補血之後表現又比以前更加更加的優異 無疑是幫助我們的風傀儡術師錦上添花喔 那風傀儡術師究竟是強在哪邊我們就來一一看下去囉 那首先的話呢我們就先來看到他的這個身體面板啊 他的體力1050後段班 攻擊力834算是中段班偏前 防禦力637算是中段班 以及他的攻擊速度100整是後段班喔 整體上的數值算是不太優秀 而且是一個攻擊型的魔靈 但大家有注意到我剛才的介紹嗎 他在我的心目中是坦對的一個選擇 可是他卻是攻擊型的魔靈 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他是屬於一隻 呃面板跟技能組稍微有點不搭 我自己的想法是當初魔靈出這隻角色的時候 並不是希望把他定位在現在的這個坦對的位置 但是隨著後面的技能改動 他卻默默的來到了這個位置 可是因為畢竟他的這個身體素質長什麼樣子 一出場一出生就已經定案了 真的後天 你說想要做到後天的一個科技改動 那真的是需要很大很大的一個實運喔 像是暗瓦啦 又或者是 我記得還有一些角色也是在後面的 去被改從攻擊型 改成防禦型 防禦型 攻擊型 輔助型 等等 這些變動真的是需要一些機緣 所以我自己個人認為風魁蕾並不會是他上這條路 因為他目前的表現就已經不錯的情況下 去改動他的這些面板其實就沒有太多的意義了 那為什麼這樣的面板我卻會說他是屬於坦對的魔靈呢 那我們就從他的技能組來看囉 那首先的話呢他的1技能 傀儡恰恰 讓自己的傀儡去偷摸對方一下 造成一個非常不痛不癢380%攻擊力的傷害量 並且回復體力最差的我軍15%的體力 吃滿技能之後傷害量增加35% 並且恢復量也會增加20%喔 相當不痛不癢的1技能 原本在之前的版本 我記得好像是攻擊之後會回復 攻條最低的友軍15%的攻擊條 但現在改成了這個補血量 光是這個補血量的差距就非常非常的大 因為這就讓他變成跟火哈格有點類似 火哈格也是行動之後會去補血 雖然說他不像火哈格一樣有結場 也不像火哈格一樣有這個不錯的一個聯動能力 但是他本身卻擁有著不錯的一個控場 這個干預戰場的能力 那這也是這類型的角色非常有優勢的一點 就是他們只要有行動就一定可以做事 只是差別是在於火哈格是只要輪到他的回合 他就能夠補血 而風傀儡呢是他要用1技能才能夠補血 但即便他用1技能才能補血 這不妨礙他成為一個只要他行動他就能夠做事 他未必說行動就一定能一定會補血 但他一行動就一定能夠做到一些事情 這個補血只是額外附加他最低最低能夠 呃除了被控場以外他最少能夠做到的事情 再來他的2技能白雪公主 剩下這個被詛咒的蘋果 對目標設置兩回合後會引爆的470%攻擊力傷害量的炸彈 並且暈眩目標1個回合 CD總共4回合 吃滿技能之後傷害量增加30% CD總共3個回合 這個炸彈基本上他的2技能有兩個debuff 第一個是炸彈第二個是暈眩 如果兩個都上到的話那代表一件事情 欸我今天對你放到炸彈而且又暈到你了 輪到你之後呢你想要擺脫這個暈眩就要暴走 但你只要一暴走 炸彈就會從兩個回合直接變成引爆 就有機會除了炸彈傷害以外 還有可能會再多暈眩一回合 而且這個炸彈暈眩機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所以在RTA來講的話 如果這兩個狀態都有放到的話 幾乎就可以篤定這個角色在下一次他的回合 無論有沒有暴走他都沒有辦法去做到任何的行動喔 並且他的CD其實也不算長 只有三個回合 雖然說不像風奧暗奧丟完炸彈之後有立刻獲得回合 可是整體上的一個回合數差距感是跟風奧暗奧一樣的感覺 因為風奧暗奧的炸彈是CD四個回合 但是他們會立刻獲得回合 所以體感上來講他們兩個的回合數差距是一模模一樣樣的 再來就是他的被動技能也是他最大的亮點了 三技能 嗯嗯嗯嗯 每回合開始時以40%的機率解除弓條最高的目標一個強化效果 並且減少30%的攻擊條 再賦予兩回合的沉默效果 這個技能雖然說他的觸發機率並沒有到很高 但是只要有消到 他是只要他行動就會隨機 就會去對弓條最高的目標去做一個消狀態 那只要有消到還會去退條 欸退完條之後就算囉 他還賦予兩回合的沉默 所以對面只要沒有辦法免疫常駐的話 這個退條跟這個沉默就是可以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 就算有免疫 他還是有機會可以把對方給解掉 這個被動技能讓他在場上去應對到那些技能為主的角色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煩人的存在 因為他只要存在在場上 那些角色兩個回合的沉默 他們只要一不小心被沉默到 他們就算暴走也都無濟於事 這是我覺得這個角色最煩人的一個地方 那最後呢就是讓他更加亮眼的一個隊長技能 41%的抵抗隊長 其實我自己覺得抵抗隊長這個 這個隊長技能啦 在最近來講我是越來越喜歡用 因為我真的覺得在打RTA的時候 你去把這個角色撐到擺抗 當對面狀態一直放不到你的時候 真的其實打久了會覺得蠻不爽的 所以我自己也慢慢的把大部分的魔靈去調到59抗 那只要搭配到抵抗隊長都可以撐到百抗 這會讓你在打RTA的時候 我的迅速符文並沒有多突出 但是我就直接撐到百抗 我如果發現我跑不贏你沒關係 那我們就來撐百抗 我就來擋你一波 那如果今天你真的運氣很好 你都有命中那就算了嘛 但是只要我抵抗 我可能一個關鍵抵抗 尤其像是瘋葵人這角色 我只要抵抗退條 他就能夠做事情了 這就是他煩人的地方了 符文的配置我自己強烈的建議是走暴走抑制 當然也可以選擇暴走反擊 因為他的一技能能夠做到補血 但無論哪種配置 應該都會是走素體體或者素體防 高抗高血高防速度不要套太差 攻擊力要不要撐我覺得見仁見智 我自己是會把他的二技能 當作一個輔助技能 輔助控場的技能 而不會把他當成傷害型的技能 抵抗的部分的話有兩種選擇 一種就是直接撐到高抗甚至到擺抗 選擇這個角色的時候就未必要使用抵抗隊長 另外一種就是撐到59抗 然後讓他搭配他的隊長技能可以直接達到擺抗 來去跟你的對手賭一個命中抵抗 此外他的體力跟生存就不要太差 因為他只要站在場上就能夠做事 並且他的覺醒有加25%的命中率 所以他的命中其實也算是蠻好撐的 只要適時而在這個魔礦 稍微加一點二技能跟三技能的命中率 就讓他的命中有著不錯的表現了 那魔礦的部分的話呢就像剛才講到的 二技能的命中跟三技能的命中是可以考慮的 其次的話呢一技能的補血量以及血量越少 防禦跟速度越高 去增加他的一個續戰能力 以及他在場上的一個生存能力 都是非常好的選擇 那大家其實也可以注意到 我的這個屬性上配置 我的攻擊力只有加160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我除了1號符文的160以外 完全沒有撐到任何攻擊 也顯示出了我對這個角色定位的決心 他的二技能就是純粹控場 如果你今天想要讓他二技能有傷害量的話 當然就可以在魔礦的部分 去選擇一些這個炸彈的傷害量增加喔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他的實戰體驗囉 那首先這一場的話呢 我BAN掉是對面的這個火先鋒 那雖然說風傀儡 平常我不特別稱攻擊力的 所以這個火先鋒他被動技能 因為攻擊力如果差距越大的話 就有可能為擊中 但是其實是可以考慮不BAN火先鋒的 我是考量到我剩下的光德跟火澳 可能很容易為擊中而導致這個火先鋒反擊去補血 所以我才把火先鋒BAN掉 否則就算風傀儡他不稱攻擊屬性又被克制好了 因為二技能是有炸彈 然後又有暈眩 然後這個我通常會跟著水仙人一起使用 水仙人的二技能又是直接打一個絕對傷害 所以火先鋒在這樣的圍攻之下 還是很容易直接被打殘打倒的 而且火先鋒的速度通常不會到太快 所以這兩隻的一個連續輸出的情況下 其實火先鋒除了很難行動到以外 風傀儡的被動技能還會一直去推他跳 所以這會讓火先鋒即便想要解掉那一個暈眩可能都很困難 那考慮到剩下的這個風傀儡跟這個風化博拉 然後光神祕這些技能型角色 只要我的風傀儡一旦沉沒到了的話呢 那我們就不用擔心他去使用一些技能 光神祕的話除非他暴走再加上有隧道叫立刻獲得回合 否則就算光神祕有觸發暴走或者是連續行動 只有一個回合還是解不掉沉默 還是沒有辦法去使用技能的喔 另外的話呢像這一場啊 雖然說火傲這個角色其實還蠻蠻難蠻克制這種會一直放技能的角色 但其實又其實火傲也沒有真的那麼的去克制到風傀儡 為什麼?因為風傀儡他的被動技能會退條 這才是重點 他只要一退條火傲的回合數一少 那其實就算火傲今天是很容易可以去解掉風傀儡的被動技能的 但是風傀儡可以大幅度降低火傲的一個回合數 那就變成說我們假如在這段時間內去用這些不會上到狀態的角色去激活火傲的話 那就可以還是可以去把這個火傲給打殘 甚至直接打死的喔 大家可以看像這一場 在殘局剩下火傲的情況下 我的水仙風只要有2就用2 我的光耀人有3就用3 的情況下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剛剛這個地方因為火傲的攻條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最後這邊我們的風傀儡就會一直的去退他的攻擊條 那只要他沒事白目去用2技能給他補兩個狀態就可以了 那這樣子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欸慢慢打慢慢打 火傲還是沒有那麼的克制到風傀儡這個角色的喔 那這個風傀儡如果遇到這種技能型的角色的時候呢 其實他只要站在場上就可以給到對面一定的一個威脅了 像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場喔 欸對面呢4個角色裡面基本上有3個都是以技能為主的 光吸血鬼的話我自己覺得還好 雖然他的2技能很痛 但是因為2技能CD極短基本上可以把它看成一個常駐型的技能 所以光吸血鬼可能不會在這個範圍討論之內 但是剩下右邊的3隻 包含火沙漠、水鬼王跟風星技 他們都是只要不能使用技能 他們就很難做事情了 這類型的角色其實風傀儡就非常非常的去克制到他們了 那只要在這個終局的情況下可以去保住風傀儡 風傀儡只要不要倒下來的話呢 那這個風傀儡在場上就可以一直去做到退條 那只要沉默到這些角色 這些角色不能使用技能的情況下 那其實這個風傀儡就可以給到很穩定的一個控場效果 然後就直接慢慢的把對方給磨死了 整體上來講風傀儡這角色他就是 當對面今天是要走一個技能型 他的技能如果是比較不能夠失誤 比較經不起失誤的時候 那風傀儡的表現就會變得非常的不錯了 但是如果今天對面是走那種 擁有瞬間高傷害 又或者是火哈啦 水星技啦 這個水瓦這種 續戰角色 這種會自己接場的角色帶得很足的話 那風傀儡的表現可能就會稍嫌差一些些 不過還是要看他的隊友 想要跟風傀儡搭基本上要有一定的一個續戰能力喔 他並不會是主要收頭的那個角色 而他會是讓你的隊友可以收頭 讓你的這個隊友在收頭的過程當中 對面不要去插手做其他事情的一個輔助型角色 也是基於這樣子的技能組 所以他雖然過為攻擊型的魔靈 但我們大部分的情況下 就會去把他當成一個輔助型的魔靈來去做使用 那這是我自己最近玩起來蠻有心的 也覺得蠻好玩的一個角色分享給大家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圖鑑 就大概到這個地方搞一個段落囉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大家掰掰